天气这么热 很多民众也会想要去玩水消暑 在花莲芝卡轩清水公园的暑假限定细水设施 去年的时候因为一起喊咖 不过今年是重新恢复举办 暑假的第一天 光是今天一个上午就迎来超过百位民众 那还有外线式的游客 特地带小朋友开夜车前来 那新竹游乐园水上测试 睽違两年也在今天再度开放了 第一天就迎来3000人入场 那就是要用玩水来开启暑假 天气炎热就是要玩水解暑 酷热暑假的第一天 花莲芝卡轩清水公园一早就涌入不少人 当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受到疫情影响 去年园区没有开放 今年在暑假首日恢复入园 只是今年本地人免费入场 外线式游客要着收50元 但不减民众热情 有外线式的游客特地开夜车过来 抢在暑假第一天玩水消暑 昨天我们有来 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开 昨天开夜车厂 那你现在说要收费这样的50块 空间公平 还不错 还不错 反而就是没有准备 外线是要收50块 你就觉得公平 花链线也不用钱 我可以啊 你可以接受 可以可以 因为50块 不贵啊 而在新竹游乐园水上设施 因为疫情暂停开放两年后重新开幕 一个上午就涌入3000人前来体验 很久没有玩水 然后又夏天了 然后想要赶快碰到水 两年都没有开啦 今天当然一定要来玩啊 现在终于开放了 这是必 这是一定要来的 疫情趋缓 加上酷暑到来 游客回笼 玩水消暑 过暑假 记得综合报道